我爱你 妈妈老听话就说 喂 宝贝 你会在孩子的面前表达对老婆的爱意吗 会 爸爸也会亲妈妈 亲了 亲了 爸爸爱不爱妈妈 爱爱 那爸爸怎么爱妈妈呢 亲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我也觉得妈妈很像 妈妈很像啊 如果要说爸爸妈妈要是不开心的时候 你们会怎么办 妹妹到我说 妈妈我爱你哦 爸爸我爱你哦 你是怎么说的 对 我爱你 我爱你哦 我爱你哦 如果爸爸妈妈生气的话 我就这个样子 爱心 真怕 爸爸妈妈 然后我就会站着他们的中间拉着他们 有 他们两个有没有生气吵架 真的有啊 在厕所他们 我看天气 但是你 很不希望他们两个吵架对不对 嗯 爸爸妈妈谁先认错了 他们可以石头剪刀布 谁赢了谁就可以先认错了 哈哈哈哈 爸爸会说 哎呀 卑鄙啊 没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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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我妈妈就说 哎呦那好吧 那就这样吧 完了 你觉得爸爸什么事是对你最好的 不生气 不生气 不生气就是对你最好的 那你长大了 你最想做什么 刚爸爸穿过了一种人 爸爸怎么爱你的 抱抱 这样子 对 啊 还会逛一逛呀 你觉得爸爸爱不爱你 当爸爸老了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也是这样对他 嗯 我想给爸爸买拐杖 愿不愿意当他的小拐杖 当爸爸走不动的时候 没有拐杖的时候 你就缠着他 嗯 你会许一个跟爸爸有关的愿吗 会 那你会怎么说 爸爸我爱你 那你觉得爸爸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吗 爸爸一切都是完美的 做得特别好 当然会有愧疚 因为愧疚最大的一部分就是 有的时候会忙 会顾不上 所以这也是我非常想参加这个节目的原因 你喜欢爸爸还喜欢妈妈 妈妈 为什么 因为爸爸要工作 我觉得永远都好像不够的 对 因为有时候他的表达跟我表达方法 一样都是不知道干嘛 不是想表达什么表达出来 大家也不理解 所以有时候 对 他永远都好像有点不够的 是不希望爸爸对你更 经常会对你笑 你要说 拜拜 爸爸不跟你胸 不会说 拜拜 你看这里 看我的眼睛 看我的眼睛 你喜欢哪个样的爸爸 第一种 喜欢第一种 你知道我的性格比较急 永远都是他不守规矩 不要这样 你就是这样 但是出来跟他旅行 比如说这个爸爸去哪 有时候表现就可以赞他 因为不是平常生活 在家里就是在家里 有家里的幸福 可是出来 去探险 冒险 去看新的地方 去新的环境 又是另外一种 所以会好像加速的 变快的去 跟小孩更 跟小孩更